下面进入到第24讲 行政抢制措施的实施主体和实施程序 行政抢制措施呢 谁来实施 这是实施主体 实施程序呢 有两个 一个是所有抢制措施 实施的一般程序 另外呢 还有一个涉及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抢制措施 有哪些特别的程序要求 当然有一些比较遵循特殊程序的抢制措施 它也应该遵循我们最基本的一般程序 首先第一个问题 关于抢制措施的实施主体 行政抢制措施谁来实施呢 前面给大家讲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的时候 是三个 机关事实 授权事实 委托事实 那么对于行政抢制措施呢 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掌握 首先是关于机关事实 什么样的机关来实施抢制措施呢 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这是对于行政机关事实抢制措施 法律法规规定的 那么当然咱们行政处罚里面 有一个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那么行政抢制措施有没有 相对集中行政抢制措施权呢 也有 但是呢 我们抢制措施权的集中事实 它实际上跟处罚的相对集中事实 是有关联性的 因为大家知道 触罚呢 是程序的后端行为 而抢制措施呢 是管理程序的前端行为 往往都是采取抢制措施后呢 去进行触罚的 所以呢 触罚权呢 我们把其他机关 触罚权集中给一个机关 那么对于这个触罚所需要的 抢制措施的调查权利 也应该呢 把其他机关的抢制措施权 也集中给这个机关 所以行政抢制措施的相对集中 它是根据行政触法权的相对集中 来进行集中的 好 这是关于行政机关来实施抢制措施 大家重点掌握 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实施抢制措施 那么对于授权实施抢制措施呢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授权 法律 行政法规授权 授权给谁呢 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需要咱们同学们要跟前面的 行政许可和行政触罚的授权实施 进行比较掌握 大家发现这个授权实施 触罚 许可 它是一样的 法律法规授权 授权给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组织 那比如说呢 行政抢制措施的授权 跟触法许可的授权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 虽然说授权的对象 都是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但是呢 授权的依据呢 触法许可呢 是法律 法规授权 而行政抢制措施呢 是法律 行政法规授权 也就是说 行政抢制措施 授权的依据 跟触法许可相比较 它少了个什么 地方性法规 也就是说呢 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都能授权 实施 触法许可 但是行政抢制措施呢 只能有法律 行政法规 授权 地方性法规 是不能授权 实施行政抢制措施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掌握 一定要做比较 好 第三个 关于委托事实的问题 那么触法许可呢 都能委托事实 但是呢 行政抢制措施呢 不得委托事实 这是行政抢制措施 在实施主体上面 跟触法许可 最大的区别 行政触法和许可 行政机关呢 依据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 可以委托 其他机关 或者说呢 管理公共事务 智能组织实施 但是呢 行政抢制措施 行政机关 不得委托实施 所以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 跟触法许可做比较 只有通过比较 你才能发现 咱们命题人 他的出体的重点 因为他很多题目呢 往往都是把这个触法法 许可法 抢制法 放一块来给大家出体的 所以咱们学习的过程中 一定要多比较 咱们才能找到这个命题的重点 好 这是对于行政抢制措施 它的实施主体 那么对于抢制措施的实施程序呢 两个方面 一个是所有抢制措施 它实施的时候都应该遵循的程序 我们称之为一般程序 另外还涉及到呢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抢制措施 在遵循一般程序基础上 还有一些特别程序要求 好 首先大家看着教材的第166页 这是关于我们抢制措施呢 一般程序 那么对于抢制措施一般程序里面 这是涉及到什么 一共是四个方面 对抢制措施的程序要求 第一个呢 那是关于呢 这个执法人员采取抢制措施 这个向负责人报告批准的问题 也就执法人员采取抢制措施 得向机关负责人报告批准 那么问大家个问题呢 是事前报批 还是事后报批呢 什么叫事前报批 就是采取抢制措施前 都得报告负责人 还是说呢 采取抢制措施以后呢 再来报负责人呢 大家注意原则上事前报批 只有特殊情况下 才是事后报批 什么叫做特殊情况呢 就是情况进阶的 只有情况进阶的 比如说呢 这个当事人呢 要马上销毁证据的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采取什么 抢制措施 对证据进行什么 比如说扣牙呀 查封 然后呢再去报负责人 你不能说报负责人之后呢 再来采取 可能证据当被当事 已经销毁了 所以这就属于 紧急情况 那么第二个 对抢制措施的程序 要求是执法人员的规定 采取抢制措施呢 要求两名上执法人员 对于抢制措施呢 这两名执法人员呢 还得出示执法证件 这属于什么呢 对执法人员 采取抢制措施的 它的具体程序规定 那么第三个呢 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程序要求 对当事怎么保护呢 采取抢制措施 应当通知当事到场 那有时候 为什么要通知当事到场呢 就是告知当事 采取抢制措施的 事实里有移居 告知当事所享有的权利 陈述身边这些权利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让当事到场呢 是为了什么呢 清取当事的陈述身边 所以这是我们行政抢制措施呢 对当事的一种保护 好 这是我们这个抢制措施的第三点 程序规定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采取抢制措施呢 必须制作现场笔录 那么这个现场笔录呢 还得由这个当事人 执法人员来签名的 这是为了确保这个抢制措施 一定要留下书面的记录 这也是对抢制措施权的 一种程序上的控制 所以呢 采取抢制措施呢 最基本的这四个方面的程序 大家要掌握 那么另外涉及到 我们抢制措施里面 对于不同种类的抢制措施 它还有一些特别的程序要求 当然特别的程序要求 它是在抢制措施遵循一般程序基础上 有一些特别 或者说更高的要求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关于 人身自由限制的抢制措施 那么对于人身自由限制 这是一个对公民的权力 有重大影响的抢制措施 所以它的程序呢 有更严格的规定 也就是说采取抢制措施呢 当场告知 或者说呢 措施后应该立即通知 当身家属 这个抢制机关时间地点 包括抢制 这个人身自由限制的期限 这是要告知家属的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人身自由抢制措施 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前 都应该是在事前 要报负责人批准的 如果呢 是特别紧急情况 也是在什么呢 这个采取人身自由抢制措施后 在返回机关后 立即向负责人 补办批准程序 它比我们一般抢制措施 要求是更严格的 另外呢 人身抢制自由的抢制措施呢 我们要求有严格的 人身自由限制时间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对于抢制措施 限制人身自由 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要立即解除这个抢制措施 这是对于人身自由抢制措施 在遵循一般的抢制措施程序 技术上 它有一些特别的 更为严格的程序 那么当然在我们实践中间呢 抢制措施呢 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或者说最常见的 就是查封扣押 那么查封扣押 除了遵循基本的一般程序外呢 查封扣押呢 还涉及到什么 一共是六个方面程序的处理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查封扣押的对象 有三不得 就是行政机关对财务进行查封扣押 不得查封扣押呢 跟违法行为无关的 不得查封扣押呢 个人生活必需品 不得进行重复查封 大家注意啊 这是我们对于查封扣押的三不得 那么第二个是关于查封扣押的形式上的要求 得有两个书面的文书 为什么要求两个书面文书呢 一个是查封扣押决定书 一个是查封扣押的财务清单 特别是这个财务清单 是一事两份 一份有行政机关保存 一份行政机关要交给当事人 为什么有财务清单 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到底这个财务查没查 扣没扣 有了财务清单 这个事就能说清 所以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得有清单 得是一事两份 那么第三个对于查封扣押 有一个严格的明确时间规定 就是一般情况下是30日 如果情况特殊 可以延长 但是最长也不能超过什么 60日 那么第四点 就是关于查封扣押后 保管的问题 这是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 要求行政机关 对于查封扣押的财产 有一个妥善保管 如果造成损失的话 你行政机关得进行赔偿的 那么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 如果委托第三人的保管 也要保护当事人权益 不能让这个财务随意转移 或者说造成损毁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关于查封扣押的费用问题 有两项费用 一个是查封扣押的保管费 一个是在查封扣押期间 检测检疫 技术鉴定的费用 这两项费用都是由行政机关承担 是不能向当事人收取的 就是为什么这两项费用 通通都是行政机关承担 这是防止行政机关 通过查封扣押来谋取不当利益 比如说保管费 那么对于发生这个什么呢 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的车辆 那么交管部门进行了扣押 那么放在了停车场 等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 车主到停车场去提车的时候呢 发现了需要交巨额的停车管理费 那么这个费用 能不能让当事人来承担呢 不能 为什么 这属于什么呢 扣押期间的保管费 按照行政强制法 这个保管费 由行政机关来承担 那么第六个呢 关于查封扣押后的处理问题 我们称之为三处理 也就是说呢 这个查封扣押的财物呢 属于违法事实清楚的 应当预议募收的 我们要进行募收处理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呢 这个财物呢 是需要进行销毁的 那么查封扣押财物 要及时进行销毁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解除查封扣押 为什么要解除查封扣押呢 当时没有违法行为 或者给违法行为无关 这种查封扣押的财务场所 跟违法行为无关 或者说呢 这个行为已经处理完毕了 不需要再查封扣押了 违法行为已经处理完毕 无需查封扣押的 这时候要解除查封扣押 特别是第四点 就刚才给大家讲到 查封扣押呢 有一个三式的期限 为什么有这个期限呢 它是对查封扣押权的限制 保护被查封扣押当事人的 也就是说 查封扣押期限 届满的行政机关 应当解除查封扣押 那有人说呢 违法行为还没有处理完呢 没处理完 也得解除查封扣押 因为按照行政抢制法 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权益 这个三十日的查封扣押期限 它实际上是对于行政机关 查封扣押权的一种什么 有效的控制 要不然这个三十日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好 这是对于这个查封扣押呢 它的这些特别的程序 六个方面 大家需要呢 掌握 所以咱们往年客观体里面呢 基本上年年都会考这个什么呢 这个查封扣押的 这个题目 这个考点的频率出现的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要重点予以关注 那么另外呢 在行政抢制措施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抢制措施 就是冻结 那么冻结呢 大家发现 这是对公民组织呢 财产权益一种重大影响的抢制措施 那么对于冻结呢 大家需要掌握呢 四个方面的规定 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冻结的对象 那么不能重复进行冻结 并且呢 冻结的这个金额 要跟违法行为的金额呢 要相当 这也是为了保护当身权益 那么第二个呢 关于冻结呢 它的形式上的要求 两个文书 一个是冻结通知书 一个是冻结决定书 通知书呢 是给银行的 金融机构的 决定书呢 是给当事人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冻结呢 是依赖金融机构银行 才能实施冻结的 所以呢 通知书要先给银行 那么决定书呢 是在通知银行冻结后呢 才向当事人送达冻结决定书的 所以这个实验关系 大家能理解 如果先给当事人冻结决定书 然后再去通知银行冻结 大家发现 这可能就冻结不了了 因为现在的这种 这种电子的这种转移 存款汇款的手段 它是非常快捷的 所以这个先给银行冻结通知书 然后再送达当审冻结决定书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关于冻结的期限 跟我们行政抢制措施里面的 查封扣押押要求一样 一般是30日 最长不能超过60日 那么对于冻结的解除呢 大家注意啊 跟查封扣押押的解除也是一样的 没有违法行为的 或者说跟违法行为无关的 已经做违法行为处理的 不需要冻结的 第四个呢 就是冻结期限已经届满 那么银行对于呢 收到冻结通知书呢 一般就按照30日进行冻结 那么37满后呢 虽然说行政机关 没有发出解除冻结 这个什么 这个通知书 但是金融机构也可以什么呢 自动解除冻结 这也是督促行政机关 及时的来处理这个什么呢 冻结的存款 这也是为了保护呢 这个被冻结当时 这种存款的合法权益 好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冻结的 他的这几个特别的程序规定 另外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因为冻结呢 是对公民组织呢 这个存款汇款的冻结 这个权益影响比较大 所以呢 行政抢制法特别强调了 冻结的实施主体 只能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 大家想想 前面给大家讲 行政抢制措施实施主体 一般是随来实施呢 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但是到这个冻结的抢制措施呢 它只能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 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是不能规定行政机关 有冻结权的 好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是冻结这个抢制措施 从实施主体上来说 它是特别严格的 好 这是对于第24讲 关于行政抢制措施 它的实施主体 和它的实施程序